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换居住方式 什么叫居住方式 就是原本是租屋变成买屋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当然我们前面有在聊过说 到底现在是不是一个买房的好时机 那我记得之前我们聊的结果就是说 其实明年真的是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租屋买屋 到底哪一个比较好 这是很多人都在纠结的问题 我们今天就从一些 你自己本身的状况条件 来做比较 那今天请到的是 贾山林的经理刘玉婷 欢迎刘经理 你好 好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今天要来聊租屋买屋 因为其实大家都会觉得 买房子很贵我负担不及 可是现在其实租屋的价格 到底到哪里了 你有没有去算过 如果这样子看下来比较起来的话 会不会真的是一种 你去缴房租的钱 都可以拿来找房贷了 会不会是这样 那我们就来先分析开始 第一个就是 股汇市当然最近的状况 其实都不太好 房市也当然连受到一些影响 那你怎么看接下来的房市 其实从今年开始 疫情 疫情应该是延烧了两年多了 那再加上这个 为什么疫情会影响房市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人工少 缺工缺料 所以因为这样 然后再加上这 接下来打房 然后通膨的关系 升息 那其实各个因素 这次的应该说房市的一些 很多大家认为的利空讯息 或是什么 它是多空都有的 那但是 而且政府这次出手打草房 其实是非常猛烈的 因为投资客太多了 对 那也是因为这样的情况下 但是从年初到现在 房价并没有 并没有明显的下跌 没有 对 为什么 因为 刚性市场非常的强劲 应该这么讲 就是 想买房的人还是很多 因为大家算了一下 那个到底是要租 还是要买 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把尺在那里 如果说你是因为工作需求 短时间的 那可能就会想要租个房子 可是如果你是长时间的 你怎么算 你还是会想买房的 好 如果要这样 我们就来看一下租现在的成本 因为现在有一个数字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就是最新公布的房租指数 其实北中南的房租都涨了 难怪我们今年2022年大家选出来的代表字是涨 什么都涨 你看一下这张图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房租指数 真的 近七年的房租指数是一路往上扬 它就是一个往上的一条线 基本上是一个斜线 这个波度还蛮高的 所以现在看起来 北中南房租起涨 今年的房租指数已经创下25年的新高 那举例来说新北市租一个小小的房子 就要快2万 所以现在的租金的市场 房租的市场到底怎么样 房租 房租其实是一直往上走 那政府不敢去打房租 对嘛 因为房租这种东西都是 房东他会随着 你看嘛 房东他要找的水电成本高 什么东西高 他的消费高 其实变成房东他自己的消费习惯 把它加在房租上 所以这几年应该说 已经连续十几二十年的房租 都是往上走的情况下 而且现在你在台北租一个小套房 有电梯的比较好一点 基本上租金都要2万 你只要那个591打开 看到那个照片 美轮美奂的 跟你讲 那很快就被租走了 对 所以现在很多人 那不如怎么样 租就不如买了 所以你现在发现台北市的人越来越少 大家都开始拖北 往外圈移动 尽量的往外面一点 来去买 因为台北市房价真的是太高了 好 所以如果说 可是不对啊 如果说你看一个房租 小小的房子2万 那如果他要买房子他的房贷也就是这样吗 看地区 你相对的你在台北市当然是不太可能了 那你往这个新北往外圈移动 你找一个大概总价七百八十万八百万左右的 或者是 的这样的房子大概房价 那个房贷就是两万块上下 好 那好 那我们就开始讲 那如果说今天呢 假设你是租屋主 然后你有在考虑说 我租了这么多年 我的房租真的是哪可以 等于是 简单讲 你的房租其实就是在帮你的房东 缴他的这个房子的房贷 那有人会觉得说 那既然我在帮别人缴房贷 我为什么不干脆自己缴房贷 缴完之后那个东西还是我的 当然会有这种想法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必须要进入到下一步 好 买房子 到底我要买什么房子 因为其实现在房子非常多 有预售屋 有 有城屋 然后呢 也有中古屋 有新城屋啦 新城屋就是已经盖好了 但是他很新 可能这个 五年 五年内的 然后可能有人住过 有人没住过 搞不好 就是很多那种屋主买了 可是他没有住的 那那个就很新 对不对 那种叫新城屋 然后再来就是中古屋 那这三种到底分别适合哪些人 哦 这三种其实可以分析一下 大家看到图表 哦 有 有预售屋 新城屋 跟中古屋 预售屋 因为他毕竟是新的 所以呢 以同样区域来说 他的单价是比较高一些的 但是他的自备款可以比较轻松 嗯 那 那20%左右他是可以分起来这个付款的 嗯 嗯 那新城屋呢 就一次要付20% 20% 中古屋也是哦 有些贷款如果不到8成的可能20%以上 你讲就是投款的部分 对对对对 就我们一般说的投款部分 自备款嘛 对对 自备款 嗯 好 那呃 屋龄的话也是一个预售屋跟新城屋 当然是新的喽 嗯 比较新啊 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比较新 中古屋他的状况就会比较多 嗯 可能需要维修啊 管理啊 呃 他可能哦 他的设备老旧 嗯 呃 管子啊 什么的地板都要翻新 嗯 嗯 那交屋的话 中古屋可能可以马上入住 嗯 新城屋跟预售屋 他就预售屋当然就是要等了 嗯 对对 嗯 OK 好 我们等一下回来可以再继续来跟大家比较一下 这些呃族群是哪些比较适合 今天的一同过生活单元我们来聊就是买房跟租房到底哪一个比较适合我呢 在现场的是贾山林的经理刘玉婷的经理 那刚刚我们就有讲就是说 如果今天你算了一下觉得自己租房的租金再多一点 你其实都可以拿去缴一个房子的房贷的话 那想要进入到这个购物市场 那你就必须要选择一下预售屋新城屋中古屋哪个适合自己 那前面其实有讲到比如说以自备款的部分来说都是两成左右 那呃其实中古屋有的时候带不到八成哎 对 大部分带不到吧 大部分要看他的屋况 因为要看呃主要也是银行建价 因为每一间银行建出来的价格不一样 他看你的屋况有的七成八七五成八成 还有看坪数 像有些地方坪数太小 基本上都带不到八成 嗯所以我们刚刚在讲的总价高低这件事情 其实可能是以同样坪数的来做做比较哦 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比较 所以就是说如果是同样坪数的话预售屋一定比较高 对总价总价比较高 但是他的自备款呢就是可以分齐付款可以分齐付款就是两成 因为他一定可以带到八成所以就是两成可以分齐付款 那如果是新城屋的话呢 呃总价的话其实就是 诶新城屋总价很难讲 诶不一定啊 通常比预售屋高诶 诶对因为他不用等待 而且万一就是说 因为他不用等待 因为他房价是往上走的话 其实有比如说像很多人他可能五年之后他就卖了 然后他还有转对不对 是啊 就是因为通常新城屋的价格就会比较高 所以他的总价有可能是比预售屋高一些 他就是卖给一个就是很想要就是立即入住的人 对 又不想要买旧房子 对 他的单 他的总价有可能会比预售屋高 好 那所以呢 他的自备款大概也是也是两成 但是他要一次付新 就不能够分齐付款 所以再来中古屋的话 呃相较同样坪数的话 总价可能比较低 但是呢 呃你的这个两成 通常头七款就是两成以上 有些人可能只能带到七 七成 那你就要有三成头 也是要一次付清 那我们就再来比较一下 就是交屋的时间 当然就是呃交屋时间跟族群 我们刚刚有讲到哪些族群比较适合嘛 那那可能跟交屋时间也有关 应该说如果你有急着入住 那你只能选择当时新城屋跟中古屋了 对 那如果说你是有规划的 有规划性的入住 你就可以选择预售屋 对 对 那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 预售屋 中古屋跟新城屋的那个 的缺点啦 对 那预售屋很多都毕竟 看不太到 对 那看不太到的情况之下 你要 你当然就是要找一些比较大 大间的 销售公司 它会有模型 然后会有一些图面的解说 尺寸什么的 那新城屋 呃 当然很漂亮啊 因为都很新 那它的 它的缺点就是 你的楼层跟车位没办法选 嗯 对因为它不是你开始预售的时候的样 你可能人家卖的是八楼 你就只能选八楼 对对对 它就搭那个 它就搭B5的车位 你想要选B2也没办法 就是它 它没有什么选择 就是看了就是这样 那中古屋的缺点 当然就是 比较 它需要的隐性成本比较高 哦 可能你还有一些老 管线啦 老旧啦 光线不足的问题 因为以前盖的房子 它没有按照 现在的法规来盖 安全性上 光线 还有很多都是不足的 嗯 所以预售屋 其实是比较适合 投 就是自备 就是它的 现在从头上 钱比较少的人 嗯 所以 等于说年轻的朋友 对 比较适合买预售屋的意思 非常适合 嗯 它可以 它等于 你只付了一点年的钱 嗯 可能 有些人订金 千元金才10% 嗯 有些7% 嗯 先付7% 那其他的钱就慢慢付 嗯 那慢慢付 其实大家比较容易拿得出来啦 嗯 嗯 好 那当然 如果这样子看起来的话 哎 你手上的钱比较少的 你可能可以选择预售屋 因为它 呃 前面还可以有蛮长的一段时间 有所谓的这个 闭锁期嘛 对不对 是 前面那几年也不用付太多钱 是是是 那 好 那我们就要开始进入到 呃 选屋这件事情 我们都一直讲买房子 最重要的就是地点 嗯 然后 呃 还有未来的发展 这个地点就跟很多相关嘛 比如说 它是不是 是符不符合你的需求 然后还有它未来的发展 那如果照你说的 现在大家都往外拖北 对拖北 就是外园的已经好几层了 外园的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 那其实呃要相对的要觉得方便 各方面都方便的话 它一定要看周边发展 对不对 嗯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要怎么去观察 我觉得可以选择像政府比较呃建设的地方 嗯 像这几年比较热比较热的比较建设比较好 当时就是以东区门户计划 嗯 这个为地点 哦 现在的南港 那那里有现政府扶持的这个 生机园区 嗯 对不对 还有这个金融 文创 还有展览馆 嗯 那还有一些高铁站 都在这里 以南港为发展中心 所以南港的 像明年落成的 明年会落成Lalaport 还有百货 嗯 所以这里是非常方便的 嗯 那就约机会也高 嗯 那所以我们是往东走啦 我们建议就是看以东区门户计划为中心点 来往外扩 嗯 对因为这里就约机会多 然后呃 东西也就是还还不错 那我们 以前这个南港 其实就是黑箱 嗯 大家都不想去 那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他他刚刚讲的这些建设之外 南港已经变成一个下一个新移计划区 嗯 其实南港这几年都一直 呃 其实也很多房子在这里啦 是 因为大家都看好这边未来的发展 他的房价其实也很高 对现在 南港现在房子 预售屋 大概均价都会落在110 120 对啊 那怎么可能买得起 对于很多年轻朋友来说 对不对 没错没错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又要能够跟这边有所连结的话 那现在你们比较建议的 就是年轻的朋友 再往北 就是再往外了 再往外 以这个为中心点 再往外 嗯 那呃 像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吗 嗯 像我们最近有个案子卖的很好 就是离南港15分钟 嗯 那这个地方呢 社区也会有这个公车啊 嗯 然后旁边就是国道 嗯 旁边是那个德安交流道 嗯 不用一分钟就上德安交流道 所以是同步南港这个生活圈 嗯 那基地又很大 嗯 而且 呃 现在要卖第二期了 嗯 那第一期近期要交屋了 嗯 那也就是说 你第二期你买了 你搬进来之后 那第一期的 的那些商店街啦 嗯 都成型了 附近又有全联 那又楼下有商店街有超 有有7000 然后有银行 嗯 那我觉得住在这里 是方便的 嗯 然后又可以跟在 跟上这个 南港增值的一个幅度 因为才15分钟嘛 嗯 那南港120 你觉得15分钟 这边 未来的价值会到多少 嗯 所以我觉得 买在这 它还有一个前景可期啊 嗯 所以你刚刚讲的这个东西 再往北15分钟 是到基隆了吗 对 是的 是的 好 所以从那边 呃 基隆 其实基隆 外围 在这些年 其实也都一直有一些发展 嗯 就是在主打 就是说 其实你就要从台北 新北再往外扩的话 就可以到这个部分 那呃 像你刚刚讲的这个呃 在基隆这边 它它的位置比较靠哪里 它是二高 嗯 然后万里的下一个 嗯 那 呃 它是德安交流道 德安交流道 其实很多人认为基隆 可能就会认为 基隆的那个夜市 嗯 基隆 嗯 夜市 其实不是在那里 那个是一高 那是一高 对 所以那里很塞 嗯 然后那边也很老旧 嗯 那这边是二高 嗯 其实一下去就到 它不需要经过基隆市区 嗯 所以旁边就要到 你一上去就是到南港 嗯 所以你会 你反而觉得 你好像是住在南港的感觉 不会太远 嗯 那 也不会有看到那些基隆 你以前那种旧的房子啦 或是说你还要再进到市区 又塞车 所以这边就是一个全新的 全新的 一个造证的一个 嗯 嗯 欸有欸 我好像有听说 有朋友好像住在那边 然后他们是很早就进去的 是是是 那所以你刚刚说是 现在已经到第二期了 第二期 那附近可能中边 也有一些其他的社区 对 它也有一些其他的社区 哦 很方便 嗯 那那边的话 呃 15分钟 不塞车的情况 但你说其实二高 这边也不太塞 这也不太塞 因为因为以前政府没有发展这里 以前这边的交通 本来就是没有这么的快速 那现在不会 现在有很多公车 直接就从这里 上高速公路 就可以去那个市府转移站 那这边的交通流量是非常好的 大家早上可以Google看看 你可以从南港Google到这个位置 你就一看就知道 到底几分钟 对 好 那另外的话就是附近的呃 生活机能 当然就是因为造证的 有关系 所以慢慢慢慢会出现 那呃会越来越好 基本上就会符合 因为既然有这么多人 你一定要帮他做一个小的生活圈 那附近还有一些其他的呃 就是适合生活的 有啊 非常棒 附近有什么外木山 对外木山 我刚开始去那的时候 以为外木山是个山 不是 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海边 我以为啊 我以为外木山是山 原来外木山不是山 是啊 是一个海边 嗯 然后 有潮进公园啊 然后还有很多打卡景点啊 像请人湖啊 嗯 我觉得都可以去走走 你不需要说住在市区 嗯 那你你假日下了班 你还要开车塞到 嗯 那里去 你不用 你就白天 你跟人家反方向嘛 嗯 你白天来这里 你你住在这边 你白天进去城市上班 嗯 那下了班 你假日 你旁边就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居住场景 嗯 所以你讲的这个部分 现在如果说以头 也就是说呃 他的房贷 就是差不多像你刚刚所说的 新北租一个 两万 两万的套房 嗯 那这样子的一个社区 来这边换 两房哦 嗯 来这边换两房 嗯 对 然后他又有 配合很好的 像还有赠送很多东西啊 冰箱啊 洗衣机啊 嗯 然后呃 嗯 嗯 呃 我是觉得 你租一个房子两万块 你换来这里 嗯 你只是用一点交通距离 嗯 那你可以换一个 全新两房的房子 嗯 和乐部 又有真实的空间 真的啦 其实这个东西 当然是呃 还没有到的时候 你都不会觉得 你都不会想到说 哎 他好像应该这样做 我最应该好 跟一个朋友在聊天 他们就是在 大概九年前 十年前 嗯 他们 他们搬到新竹 他们搬到新竹 然后呢 也是就是 应该就是 距离高铁站不远的地方 高铁站下去 没多远的地方 哦 他们就搬去那边 在那边买房子 可是他们其实 一直都住台北 嗯 那为什么要搬呢 就是因为他们 原本的房子太小 可是他们在台北 实在是 要买一个足够的 太难了 四口之家的房子 他觉得 他觉得实在是 负担太重 所以他们后来 就是商量之后 就决定 就决定 搬去 在新竹买房子 然后呢 买了之后 先生 太太就 太太就没有上班 太太就在家里 然后先生呢 的公司是在台北 他就每天 就是高铁 因为他们找的地方 是在高铁附近 他就这样子 那时候 一开始 他也是非常不习惯 而且一开始 他们那边 也是一个新的社区 也是一个新的社区 那当然 那边 现在不得了 那边其实 很多族客人 住那边 然后他昨天 我前几天跟他吃饭 他跟我说九年前 他那个时候 在那边买一个 九年前 他买 那个房子 买一千两百万 一千两百万 现在 他说现在三千五百万 三千 是啊 三千五百万 所以我觉得说 他就 他就跟我说 他就说 可是当时是真的 没有想到啦 但是你要看 可是我觉得那里是因为 当然我就说 你要综合去评估 因为那边后来 那边是因为有竹科 发展的很好 那边有竹科 对 所以整个发展上来之后 你把它卖掉 你要再搬回新台北 我觉得都可以 那你要看现在要不要 做一个基隆科学园区 不然会不 对 因为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东西很难讲 就是说 大家可以去思考 就是说 谁会觉得说 我这样子 同情花这么多久的时间 但他不一定真的不好 那你可以去 综合来思考 他的发展 那你说南港的发展是 是非常可期 现在就是在发展中 那你说南港再往外15分钟 对你来说 你觉得会太远吗 或是 你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那你就可以去思考说 你基本上不要去思考 未来这个房子 可以增值多少 你就去思考说 他可以换到多少 我在跟我朋友聊的时候 我就在讲 他说呢 一开始会觉得说 好像每天这样通勤 其实很快啦 因为高铁到台北 也就是那么一点点时间 他说但是 他去算了一下 如果这些年 他们是在台北的话 虽然新竹他们的生活的 那个水平也没有比台北低 但是他的房屋 这个开销实在少太多太多了 所以总体算起来 还是很厉害的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 就是你总 就是我们自己的总的资产 到底有多少 对然后你要分配在房子下 房子这件事情上面有多少 所以给大家一个思考 我觉得今天是给大家一个思考 就是说你是租屋主还是买屋主 那如果你想买屋的话 哪一种房子适合你 如果你想要你是属于就是想要 你手上钱不是非常的多 那也许预售屋适合你 那现在在台北往外 你还可以有什么选择 我觉得这个是今天 可以给大家的一些思考的方式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贾山林的经理刘怡婷 来跟我们聊租屋买屋 请选择这个主题 谢谢大家